鏡頭來到臺南 臺南是北區 今天去出現了警匪對峙的場面 有一名王姓的槍毒犯 看到警方上門 竟然立刻的跳窗逃跑 他是一路踩著鄰居家的遮雨棚 跑了十多戶 最後還不小心踩破 跌進了空屋 考量到他王姓本身生命的一個安全 所以說我們就以柔性勸導的方式 大概就是跟他勸導 希望他能夠器械投降 由於在整個對峙過程當中 這個嫌犯一度是亮槍 雙方僵持不下 最後員警還請來了嫌犯的阿嬤 親情喊話 對峙了兩個多小時 最後是趁他一個不注意 奪槍制服 還好圍捕的過程沒有人員傷亡 否則後果是不堪設想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挺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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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